好 刚才提到哪儿了 再查一下 提到这儿了 在挪的地方放 再放到 放到 放到 activity from 或者是 可以 固定 就提示出来什么什么必须为 中文英文字符是吧 然后接着该控制什么 这些东西不能让它关吧 对不对 对不对 要不然一会儿它该关了 这时候 如果交验没通过的时候 检验到这儿的时候 直接retend就可以了 接着返回 如果通过呢 否则的话 这个东西应该是允许 就允许它关闭了 正面交验通过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 交验也完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实际的这个 应该还没有完 我们还要做什么呢 如果说这种交验你是不是还要做 你如果说他在这里边有没有可能 一起名字起来 两个小礼 他写了你要不做这交验完了 他万一哪天忘录了人多 这儿录了个小礼 那儿又录了个小礼 一进去去选付款人的俩小礼 这不完了吗 到时候账都该乱了 你说像这种严格的交验 是不是也应该做进去 数据不应该名字不能重复吧 万一重复就完蛋了 对不对 所以说数据交验这一块 在程序里边做了很多 也很费事 但是你还必须要做到 如果你不做到的话 你这个程序严格来讲是很不合格的 像刚才说出现俩小礼的情况 你肯定要提的想到 这时候我们直接我去取那个方法就可以了 这时候也不写了 怎么做就完了呢 怎么判断有没有这个用户了 直接再写个脚本就可以了吧 是不是判断这个用户是否已经存在 对吧 这方法我就不写了 很简单 直接拿过来用 直接放到咱们的这个Business里边 这里边先前还没有吧 对不对 所以说你在写的时候 当发现业务逻辑少哪些的时候 直接接着在这里边写封装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把它 好了 也重新rename一下 也重新rename一下 这个传进来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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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脚本 还是稍微来看一下 这个脚本能大概看出来什么意思吗 这个脚本这块熟 是吧 没熟是吧 除了判断这个名字 为什么还有一个UzID啊 UzID不等于什么什么 为什么要有这么一句话 对 来咱们来看这里边 我把这个接着 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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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咱们继续用这个检查结果 这也算出数据校验的一步 对不对 M Business 我现在还没有 这个Business我现在还没有 是吧 这个里边要大量的用 我在这里边直接要给它写进来了 这是 Business对象嘛 对吧 哦 这是怎么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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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用了 M Business R 是否存在这个用户 是吧 根据用户名查是否存在这个用户 还要求传了一个 除了用户名之外 我们往里边 谈一下值啊 谈一下值啊 可不传用户名 还传了一个 这样啊 本来判断是否 本来判断是否存在这个用户把优的内部传给你就可以了 对吧 你不传当前你这个用户 那是不是搞了它永远都存在了 你不把你当前用户这个给排除掉 明白了 明白了吧 所以说这个存在判断要 扭过来这点 要不然你自己在写的时候你会发现每次判断都是存在 没感觉是存在 所以说把自己排除掉再去判断存在不存在 是吧 好 我们在这里边取什么值了 它这里边取反 是否存在 存在 存在的反应就是不存在 在这里边我看一下啊 其实 用不着了 把这个判断号应该去掉就可以了 如果 如果排除掉的本身还存在着的值的话 就这样 如果值为真的话 检查结果为真 这个是判断是否存在 我看再看一下 大于0仿为处 处的话是 存在 那这个直接就这样就可以了 真的话 那这时候就接着提示呗 我把这个还复制过来 提示什么 提示什么 提示该用户已存在 对吧 我把这个还复制过来 提示该用户已存在 对吧 检查用户存在 我这时候把字符也直接也给复制过来了 那个这个吧 啊 该用户已经存在 请换个用户名称 哦 刚才还不想一页关 这个是他的这个检查 直接放到这个 用户上的 检查 嗯 这边有用户 放到这里 嗯 这个没有要切换的图 直接把后面呢 OBJ的这一块去掉就可以了 是吧 直接就告诉他该用户已经存在 嗯 嗯 傻了一个框吗 就傻了一个啊 不管我哪伸错了啊 还是真的撤回来 把这花口号 跟那个都给它伸 是吧 刚才能伸错了 啊 这个时候对话框又不能关闭了吧 这种Force 接着反回来 啊 啊 否则的话就可以继续放行 继续把它设为针就可以了 呃 这个时候数据校验就都通过了吧 是吧 是吧 数据都交代都通过了 那么下面就可以开始做咱们的正事了 要把这个用户的值要设置一下了吧 就是内幕可以设了吧 就是内幕是每次不管是新天还是修改都要有的值 呃 这个有一个内幕的值 是文本框里的值 应该是 对吧 因为前面已经去过空格 一次交验过了 这里边就不用再去了嘛 对吧 这个时候开始要再弄一个布尔值了 这个存什么呢 存保存数据的结果对不对 A1 1 1 2 1 3 2 2 1 2 4 3 5 如果 做一个判断 model 如果什么 因为这时候model已经有 被拗过了 或者是传进来的值 这时候你要判断它什么 通过什么能判断它 是添加还是修改 通过什么 通过什么 这个吧 UZID如果有值的话 证明是修改 如果为零的话 默认值是零嘛对不对 证明是新天吧 因为咱们数据库索引是从一开始的 不可能有零 对不对 有零证明就是刚用出来的 对不对 如果是零 那么结果 取出来等于 还卖封装好了对吧 可以插入了吧 是instead吧 直接传进去就完事 如果不为零 干嘛 更新是吧 这更新还是根据UZID更新就可以了吧 这就是咱们清晰前面封装好的方法 对不对 后边这个存也存完了 结果也有了 又要做什么 如果结果为真 为真要怎么做了 还有这 这时候保存也保存完了 要干嘛 出来取消了 是啊 是不是要重新绑定一下 帮他这次重新绑一下 你不刷新 用户牵完也看不到 你难道让他退出再进来 对吧 明显不合理 否则的话 返回force很明显插入失败 是不是 这边我也被敲了 这句话我直接去 把我来直接抄进来 直接在这 然后这个常用的插入失败 其实插入失败的字符 也要直接 直接拿过来用一下 这吧 保存失败 保存成功 这个咱们一会儿都要用 直接弄过来 统一的一个提示 直接也放一下 跟他们归为一类 好 这时候咱们这个添加 这个又把它默认引用过来了 删了 这时候咱们这个添加 应该又完了吧 我们可以回头去试一下 但是在此之前 先要干嘛 咱们之前这个 这个实践 这个添加是不是一直没签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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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点了新件人员 是不是 我们要把这个给它改一下 在改之前呢 因为我们是 这个菜单是不是这样弄过来的 向前吗 是不是点了 在这点了这个新件 你是不是在点完新件之后 先把菜单给它合起来啊 你不合 你你新件完了 是不是界面还留在这一块呢 不合不合适吗 对不对 就是说一点新件 这时候这个菜单先把它合起来 合完之后 看见没 合起来之后 这边后边是背景 前面显示新件人员 对不对 填完之后一刷新 后边数据直接看到了 对不对 说在这里边我们先 调用一下 把那个菜单先合起来 你不合就不好不好看 哦 这个时候我们 合菜单这个东西还没有 是不是啊 我们这时候 合菜单这个很明显 应该封装到哪儿 合菜单这个方法 让菜单能够合起来 咱们前前是不是有生成菜单 合菜单放哪儿合适 对啊 接着放 合菜单的方法 我已经写好了 很简单 就这么一句话 对不对 直接对外弄到这儿 暴露到外边 让它能用就可以了 对吧 直接取过来用 在这里边呢 哦 我的这个 直接封装到它下边算了 对吧 哦 这个方法还没有吗 我们来进来看一下 是不是少封了点方法 还是封装成私有啊 果然是私有 是吧 改了 保存一下 这时候它就不罢错了 再保存一下 这个时候 咱们那个菜单只有一个 对吧 在itom里边的排序是 是多少啊 是零吧 判断一下 如果等于零 证明是添加这个菜单 那么要做什么操作呢 工程好的方法 直接掉就可以了 这添加 值应该传什么呀 传到当值就可以了 是这样吗 没了吧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看咱们这个添加 说是一个添加 其实添加和修改都弄上了 呃 哪块 哦 又点错了 老是要搞混 点成上面 运行下边的 运行 我们来看一下 点击人员管理 进来了 新建人员 对不对 点击新建 哦 那个好像没有和 是不是 为什么会没有和 啊 啊 我刚才是不是放错地方了吗 嗯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那个是在这写的吗 是吧 哎 刚才我给删了 我放到哪儿啊 我给 放到这儿了 我看 嘿 刚才肯定是 开了文件太多 又给放 放错地方了 叫什么呢 汽油 GDLE 是吧 嗯 好 正好在 再给大家再介绍一个工具算 正好介入这机会 像这种 单狱搜索文本字符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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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